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中午12点43分 云南松村持刀砍伤7个人 包括4名成年人和3名儿童 其中一名8岁男童当场死亡 罗姓嫌犯随后抢夺一辆三轮车逃离现场 当地公安局获报后 展开追捕拦截行动 以迅速将他绳之以法 有当地网民指出 那时候有一名疑似吸毒而绳之不清的男子持刀见人就砍 毫无防备的庶民民众惨遭砍伤 有一名妇女还抱着一个全身是血奄奄一息的小孩 上海随机砍人事件而惨死刀下的两名男童事件震动全国 并引发上海市民大规模追悼 昨天周四适逢两名男童的头七 湖南却在传出一样悲剧 又造成一名男童死亡 使中国网民既愤怒又感叹 中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新闻时事报 记者春雨山整理报道 解决了很多事件 无法感叹 显差板 如网林麻狗 对其他人还有过 liqu度的精神 基本上海涛ση撃的是 融泳支撃 那支撃otti bulky 碰家 集ип Jeff